大家好 我现在在非洲的博斯瓦那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 布什人的村落 跟他们刚才已经沟通过了 为了我们的正常拍摄 我们让他们把衣服都穿上了 有什么能穿什么 要不他们平时是不怎么穿衣服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的这个你好是这个 是 啊 K.O 好像是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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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们这边的植物 就特别的像海胆 直接就扎到我的衣服里了 看到了吗 但是他们都不怕 我穿着衣服都被扎漏了 好疼啊 非常疼 我这皮 你们看看 他们这边的植物都这样的 怪不得粘上以后 就拿不下来了 刚才我们给他们带了一些这个扁痘 他们现在就在弄这个扁痘啊 这是他们当地的非洲扁痘 你看他都能轻易的就把他掰折了 刚才我试了一下还蛮难的还得非常用力一般掰不断 但是他们就轻易的掰断了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他们这个瓜呀 非常的奇怪 你看长着啊 这是 歪瓜裂枣 但是这个瓜他们现在就正在做 他们也正在用这个刚才这个扁痘啊 我们这个在路上也看到了这个 这个大扁痘 非洲大扁痘 他们弄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 果仁出来啊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事啊 这个老奶奶他 他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个这么硬的扁痘就给掰开了 我刚才试了一下都很难很难掰开 他这个 很熟啊 他要干嘛 他拿着一东西撬啊 哦 这东西也太硬了 他也撬不动 这个东西像刀子一样 我一会儿戳手了 奶奶 还是很聪明的啊 他们就给撬开了 把里边的豆子然然就拿出来了 你看他们吃 这个果子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一会儿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吃这个东西啊 哦 他们拿这个 这个一个柴火棍啊 然后在这个 果上捅了一个眼出来啊 完了就就烧啊 哦直接就这么烧是吧 这是干嘛 哦他为什么捅一个眼呢 他说啊 因为一一烧他如果没有眼的话 直接就炸了 我这不会一会儿炸了吧 炸我一身啊 这玩意儿 这锅里看 他们的锅里啊 好像也没有油啊 就直接用那锅就烧 刚才那个歪瓜裂脏 烧刚才那种瓜 就是一直这么烧 OK 再看看这瓜 这个瓜 现在已经烧糊了外边表面 啊 他就是这么烤这个瓜 就是这么吃的吗 就是这么随意的吗 哎呀 我还得吹口仙气 哎呀太棒了啊 他直接用手捡柴是吗 哇 哦 very nice 哦 very nice 我已经闻到了非常 糊的味道啊 看他们吃这个瓜 在这瓜上啊 拿这个大棍子就直接就开孔 哎呀 直接在这个瓜上 就给脑花底给破开了 哎呀 very nice 你们听他们说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觉得他们说话有一点像那个 就是嘴里有 就是这样啊 就像我小时候玩过一个游戏 叫 有点这种感觉啊 就是嘴里要 慢慢的这样啊 哎呀 他的瓜啊 他的瓜要要敲开了 哎呀 他们用那根棍子啊 咔咔的就给瓜给 给整开了 哎呀 这我觉得里边还能吃吗 哦 就是这么吃啊 哦 哦 好吃吗 哦 好吃吗 它是very nice 听不懂我说话 他让你尝尝尝尝 谢谢 什么味道? 蜡蜜 蜡蜜 就是蜡蜜 蜡蜜看起来像蜍蜜 嗯 嗯 是吧 蜡蜜 对对就像黄瓜一样 他们在这吃啊 那个果啊 看那个果了吗 那个果在那呢 还在烧啊 这已经烧成炭了 这是要干嘛呀 看啊,他们村的年轻人啊,他们村的年轻人也会穿类似我们的衣服啊,我问了一下,这是附近的村庄人给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是在这儿有这种土房子,他们当地用的这个土房子,也是当地的这个农场主帮助给他们捐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出去狩猎了,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女人对吧, 因为男人也都出去狩猎了,男人都出去狩猎了,所以他们现在就住在这个,就这块啊,刚才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个老人会穿过去的衣服,而年轻人穿这个呢,老人呢,他们告诉我,老人很传统,而他们打猎的时候,男人呢,也会穿这种传统的衣服,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的衣服啊,不适合进入丛林,要非常容易刮到那儿啊,就走不了了,完了,或者刮出窟窿来,很容易损坏,所以他们, 平时只会在这个村庄里穿这种衣服,而村,有村庄的人还是不错的,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村庄,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在这个森林里,来回来去这么走啊,来回来去这么串,那个是完全性的丛林人,现在我们,我所在的这个村庄呢,这个属于是, 就是,这种半,半蛮荒的这种状态啊,半丛林,他们还是会有一个聚集地在这儿去,因为有水,水谁提供的呢,农场主啊,就是,呃,我们过了24道门,很多的这个,在附近的农场主啊,开车有个20公里到40公里,其实我们,从那个农场开到这儿,我们开了两个小时, 我刚才也看到,有这个农场主给他们送水啊,给他们送水,因为你们能看到啊,这是卡拉哈里沙漠的深处,这里是一点水没有的,真是非常非常难找水,但是他们也自己通过自己的方法再找到了水,哎呦,这个,这个,这个我刚才爆了,刚才开的那个孔,让我往外自,噓,哦,怪不得他要开个孔, 要不炸了啊,哦,现在他已经有半黄半绿的状态了,哦,还要再烧会儿,这上面也能糊了呀,这还能吃吗, 我过来 我过来